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总统蔡英文总统今日接见圣路系爱公共工程部部长金恩,感谢访宾长期发挥政治影响力,促进及巩固两国邦义,也期待极有各项的合作计划,与参与圣国的基础建设,让两国合作关系更为紧密。 蔡英文致辞表示,金恩部长与台湾是多年好友,很高兴今日能再次与他见面,他要代表政府和人民表达最诚挚的欢迎。 蔡英文指出,上周一他与远鹏班学员见面时,提到我们目前已有八千多位优秀的远鹏班毕业学员,这些远鹏班只有是一个友好互助、合作交流的网络。 金恩部长就是其中一位,蔡英文提及,金恩不仅参加过远鹏班,过去在担任总理任内,也来台访问过两次,金恩促进和巩固两国邦义,这样的深厚情谊,我们一直都放在心上。 谈及两国合作计划,蔡英文指出,这些年来,台湾与圣鹏西亚在基础建设、农业、医疗及资通讯开发等各个领域有许多合作成果,也受到圣国朝野的肯定。 蔡英文表示,这个月我们推动的政府广域网络计划已达成目标,让无线网络服务进入圣鹏西亚人民的生活。 蔡英文今天也感谢圣鹏西亚对台湾的支持。 她表示,圣鹏西亚总理查士纳在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,及11月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上,都为台湾仗义之言。 蔡英文也请金恩本次返国后,向查士纳总理转达感谢之意,并期盼圣国未来继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。